暴力園七局十五安 紅爆中國 亞洲 加油 拉明哥加油 拉明哥加油 台灣加油 拉明哥加油 拉明哥加油 拉明哥桃園昨天在亞洲職棒大賽 開出紅盤 面對中國之心 先把投手曾兆豪 果然如賽前所說 完頭七局緊丟一分 而且隊友打出暴力園本色 大師兄林志勝 三局上率先開轟 上了對手兩分炮 接著陳金鋒 再補上三分拳來打 六局上 連例行賽 很少敲拳來打的石志偉 都送上三分炮 全隊敲出十五支安打 以十四比一 提前在七局扣倒中國 我們球隊 郭貝爾那種很奇怪的壓力賽 每一次碰到中國隊 還好第一局 中國隊有兩個 外野的飛球處理的 不是那麼遺響 讓我們得到三分 那由三分以後選手就 壓力就比較沒有那麼大 你的投手表現得也算是很一定 金鋒 但是三分之間 決定把那個分數整個拉開 球隊就處在一個比較放棄的情況之下 桃園今天下午將對上韓國職棒總冠軍三星師 我們要怎麼去應付 那其實也沒有什麼方式的 就是把我們最好的安排分數 就是其他也沒有什麼選擇 動物新聞 韓國普三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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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